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经济的状况股票的状况以及周遭的这种环境 比如说在coronavirus在好多的州有17州现在reopen 现在都put a stop on it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在indoor有任何的活动了 尤其是我们所处的加州 newson在昨天下午两点钟就又推出了一个命令 全州全州没有一个幸免 就是原来这些什么outdoor eating的啦 还有在indoor的什么酒吧这种全部官 本来是说九个郡 现在是说整个加州都要reopen的部分 通通都把它要close down了 其实Kendra你觉不觉得每一个人都戴口罩 每个人都保持social distance 每个人都洗手 真的14天这样下去 这些案子真的会降低 情况也会比较好转 你觉得是不是那当然是就是我想这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美国人生活的这个习惯方面来讲呢 很可能还不能做到完全的就是说像亚洲一些国家来的这么致力 所以这中间来讲尤其是年轻人的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啊 就是说因为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那我我个人来讲呢倒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这个方向啊 就是说我觉得呢这个原因是在意呢就是说如果你过度下降所有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导致时间久了很多年轻人受不了了 他又会出去了 去呃出去出去走一倒不如就开放 所有的这个生意然后让大家戴口罩 就是说这样子的反而是一个好的方法好的这个方式 自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好的因为困了太久的话呢 会导致更多的人呢到了某个阶段来讲呢他说起就就就就就不管了 尤其是年轻人一辈因为他没办法呆了这么长时间什么地方也不见朋友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越年轻的人越是群体生活的这个团体 那他们越倾向一就是说呃跟同事朋友越越难去耐的下来呆在家里面 当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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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的 可是你看他他现在严格的说把酒吧关起来 那这种地方呢就是年轻人愿意去什么人进了酒吧他会戴口罩 这不大可能的 是是是是不过那这一点又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 餐馆跟酒吧这个这个形式来讲呢 因为他必须脱掉口罩吃饭呢或者喝饮品 这个到我倒认为应该是要挺的 这我个人的观点啊这个因为做法是他拨出的这个风险嘛 人跟人之间相处 那至于其他的购物中心我反而认为呢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应该是开放然后让大家戴上口罩 这个比较容易达到目标的 至于那个餐馆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酒吧这方面来讲 我倒认为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至于购物中心啊 购物逛街啊这种我倒认为应该是可以开放 那这样子来讲 大家还是会回复正常的这个消费行为 那有更多的这个就业 那这个经济不至于停摆 那年轻人有应有你觉得就可以更多地方去逛的时候呢 他去酒吧去喝酒啊 参加吃饭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少了 这个因为你其他地方关了 那大家要social life的话那还是回到酒吧参加 如果我们大家open的话那就大家就有个有个地方可以去消遣嘛 根据我在各地的县民跟我做的报告 那自从百货公司开了以后 在Sinaclara这个附近 比如说Centennial Road 比如说是Valley Fair 然后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这些地方呢开了里面的顾客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像Northram Niemann Markets Bullingdale等等地方人非常少 那么我在旧金山的朋友 他们也告诉我说周末去了这些店 哎这些店里面的人是很多 但是每一个人都戴口罩 所以呢这个也是看地理位置而言 像旧金山那种地方憋久了 大家就是喜欢去店里 但是大家又很注意自己的健康 所以个个都把口罩戴起来 那么南湾南湾可能害怕的人比较多 所以敢去店里的人还是比较少 因此又是跟售货员by appointment only 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人比较少 所以这个是retail的情况 是我们所看到就是说 美国这样子来来去去的话 会导致这个疫情的时间 会延到更长的时间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我们看到这个股票这个市场 进步上不受这方面一点的影响 不管疫情再大打击再大 我们看到股票还是一飞冲天啊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这种现象 在你这个节目之中我们以前也讲过 所谓叫大众智慧 大众智慧有时候就是难以理解的 就是像我们这样来讲 我们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会觉得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为什么会这种 就是疫情越严重 股票越涨的这种道理 OK 但是我们讲过 这是因为大众智慧 大众智慧的智慧是超过了 我个人的智慧的理解 我们只能尝试去解释这种现象 很可能大众智慧 就像我们以前也解释过 就是说 当疫情最严重的这个时候 我们预期会 银行会救市 我央行会救市 美国政府会救市 而美国政府或者央行的救市呢 理论上来讲 它的救市的这个力度 基本上都反映在股价上 但股价还会继续往上走 再走一步呢 就代表救市的力道 超过了市场上所需要的 政治的这个因素 所以以前我们也讲过 就是不管在任何的灾难情况之下 就是这个之后 我们看过往这么久的历史 有灾难的这个时候 发生的这个时候 股票先会跌 之后反弹的力度会比之前更强 那个股票涨得比以前更高 只是看多久 这种事实我们经常看了 看了很长时间都有这种现象 那我们只能解释就是说 从大众的智慧的这个角度去考虑 那就是说 那这个就是因为 这个我们疫情救市 那救市的力度 很多时候都超过了实际的经济 经济的这个需要 你上次也讲过 你上次有讲过这个论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周四 那周四呢 首先是因为明天是 before July 4th的 Friday 所以明天是放假日 也没有股市 所以把六月非农就业人数 创历史新高的这个报告呢 今天就已经出来了 同时上个礼拜 申请第一次救济金的人数呢 还是再度的超过了140万 美联储局的官员认为 美国的经济 还需要四五年才能够真正的复原 那这也代表他们会保持在 低利率要很久很久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数据这个报告之中呢 就是说有时候在今天这个情况下 在乐观的情节之下呢 这些悲观的论调呢 我们都是乐观的去解释 包括就是说 我们现在才有四五年才会回复 那这代表是什么呢 那你可以这样解释 就是说经济这个回复非常的困难 然后呢 这个我们很难很难回复到 还很长的漫长的时间 才可以有机会去回复以前的这种状态 但是呢 同一时间呢 如果是另外一个角度去考 那就代表是说 低利息政策 或者财经刺激的这个政策 最少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取消 这个就是有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 关于这个联储机的这个方案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 我在这方面来讲 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我希望跟大家再次解释一下 关于这个大众智慧的这种理论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的 关于大众智慧这个理论呢 在今天来讲 经济学家大多数经济学家呢 并没有给出非常大的这个 就是说解释哈 但是我个人还是有点心得在这方面 大众智慧呢 在今天这个市场上 所谓的大众智慧 其实我们看美国的这个总统 这个总统啊 都充分反映出大众智慧的这个挑选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共和党执政的这个 可能两届是为主啊 很少是执政了一届 然后就下台 然后这个相对 他们比例非常的低 而且很多人少是说 总统是不断联系 几任都一直做下去的 都是共和党过的民主党 联系做两任以上非常非常的少 但一任也非常非常的少 其实这个也是大众智慧 大众智慧呢 因为两党之间的这个经济政策 出现有非常大的不同调 所以呢 如果民主党做了两届这个之后呢 市场上可能就告诉他 他们可能走得过端的左派 所以需要纠正了 那共和党就有这个机会 共和党上了这个之后呢 对于这个税稍购各方面来讲呢 他肯定进行民主党之前 所不同的这种改革 不同的这个这个做法 做到这个两年这个 做两届这个之后呢 实际上可能又分析出 他已经过度了 这个过度右派 或者过度保守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又给民主党一个新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在这不断的这个轮替之中 其实也反映出 从经济界上的一个大众智慧 告诉我们 政党是需要轮换的 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 是不断在有时候改变的这个时候呢 你让任何一个政党 执政过长的这个时间 会导致这个经济 会出现一些 你不想要的这个解析 这个领导的时间啊 除了俄罗斯之外 对吧 那是是是是 那是 那是三对来讲 专政的整个种在民主的这个国家 我想这个大众智慧 解析的这个 好就好到底 坏就坏到底 人民拿它没办法 对对对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那个那个普京 他的这个情况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那是伟人 伟人政治 在美国国家来讲 我们不相信伟人政治 这一套 就是民主的这个机制来决定 因为你 这事实上不是一天到晚 都有伟人出来嘛 我们不能靠一个伟人 领导一个国家 长期伟人 他都是经常犯错的地方 所以呢 在美国这个体制上来 我还是比较认为 这个美国的这个体制 就是充分反映出经济上的一些 最最好的 符合的所有的经济上一切的理论基础 所以美国的那个经济 能够今天站在全球的这个领导地位 尤其是在过去这10年10多年20年啊 美国的这个领先的这个 全球的这个地位的距离 越拉越远的 他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是有他的 因为他的整个政府的这个结构 各方面来讲 他符合了一切 精进运作的一些一些 基本的这个需要 所以他可以将我们所有的这个资源 可以发挥到最大的这个优点 有最大的好处 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报告呢 就是说就是说包括 就是说第一 增加了五百万的这个工作嘛 我们失业率呢降到了百分之十二 从百分之二十降到百分之十二 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bonus啊 虽然百分之十二也是很恐怖 OK但是比百分之二十要好得多了 也比上个月的百分之十三 也稍微好一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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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增加了五百万的工作之一 除此之外 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也看到 增加五百万之一呢 同一时间也增加一点 一百五十万的这个首次领起失业救济金 这个数据又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大 这个就是说第一 一个的增加的工作量 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多 在同一时间失去工作的人 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多 也更多 所以这中间有正访的这个数据都有 就是看我们怎么去解读 这个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 已经讲过很多处 乐观的情绪之下呢 悲观的消息我们都是正面去解读的 OK正面解读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还有一百五十万 再次领起失业救济金 我们相信联储级的这个刺激金融政策 是不会改变的 还会继续保持一个相对来讲更久的这个时间 那这样子来讲 刺激的股票继续的这个上涨 这个就是我们在 这是今天不好的数据形象 乐观的解读 所以除了股票上涨 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时候股票上涨 意味着就是房贷我们的利息 就是TREASURY BOND的这个利息呢 会跟着这个上涨 因为他们是走势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致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当在股票上的回报率会上涨 代表回报率会增加的这个同一时间 如果利息还是这么低的话呢 那就没人硬意去买了 对不对 BOND的利息去下降 那没人硬意要了 没人硬意要BOND的这个价格就会下跌 价格下跌必然会导致利息上涨 回报率增加 它这个回报率呢 它这样子跟股票这个市场的回报率呢 会保持一个平行 一个同步的这个阶段 一起走 但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是因为我们看到是有人为的这种干预 是联储局的这种干预 我们印钞票的这个干预 它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基本面的这个改变 改变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时候是因为利息的这个下跌 导致股票这个上涨 那为什么利息下跌呢 就是联储局印更多的这个钱 或者是说会联储局 会买进更多的这个bund等等 导致这个这个利息呢 是人为的下跌 而不是市场是决定的 是人为的这个下跌 当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债件这个利息的下跌 它会导致债件的这个 变成股票的这个性率就增加了 那就更多的会买股票 因为相对来讲 这个债件回报率实在是太低了 低到将近是零啊 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的投资者 如果不甘心一收起这么低的这个 债件的利息的回报的这个投资者 原来只是买债件投资的 这一批的人呢 他被逼要转向买进股票 一些相对来讲 比较稳定一点的这个股票的 这个一些投资 那这个呢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就解释了 现在的股市越涨越高的现象 对吧 像六月涨得这么好 像七月的前几天 虽然加上国庆行情在里面 这个股市还是越涨越高 不不不 首先一点啊 国庆的行情这个对股市的影响 其实我个人来讲意义不是很大 我觉得意义是很大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清华本科 通过经济发展趋势 分析利率动态及未来走势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和Anna Wang 介绍贷款市场最新变化 以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 公司发展迅速 承征各项人才提供专业培训 7月4号5号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Tendra Go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Tendra电话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 汽车和房屋保费又涨 听说范雨可以升很大 贷钱升一年减少45% 省了957 这省很大 网泰一年减少38% 省了2416 这什么食品啊 吴总一年减少53% 省了6033 这省太大了 范雨省很大 因为代理40家以上 A级房屋与汽车保险 迅速多加比较 拿到最高折扣 范雨真的省很大 888-831-8868 找范雨想很大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成称loan processor underwriter office assistant bortgage assistant 聪明勤奋 主动进取 负责认真 学习快速 数学计算机工程 经济 商科专业更佳 可在南北加州 9家分行任何一家上班 公司发展迅速 提供专业培训 帮助您与公司一同成长 欢迎应届毕业生 请短讯至650-996-1982-996-1982 或简历至info at gmccloan.com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范雨财经新闻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演说 我们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美国贷款利率创历史新低 妈 想什么 赶快去 生日贷款最好的时机 马上联系范雨贷款 要贷款 找范雨 省很大 请恰范雨集团 888-831-8868 888-831-8868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外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全美房地产销售冠军德利洋团队请勤献上1760Lentis Lane Los Altos 畅详大自然的华丽私宅五房三位2900平方尺 占地35000平方尺 要价368万1290Piedmont Avenue Palo Alto 黄金地段打造典雅豪宅私房3.5位3400平方尺 占地1万平方尺 要价68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洋650-785-5822-785-5822-785-582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Top 1 Investment负责人Kendra Guo 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 Kendra 现在利息已经创了历史的新低 很多人即使她在2016年啦 甚至去年她办的这些refinance 也比现在的利息要高 他们都要take action 那您觉得2020年下半年的房地产利息的走势 又是怎么样呢 OK 那首先一点我们想要看看这一次呢 这个Coronavirus对这个房地产有造些什么影响啊 Coronavirus这次的这个爆发呢 它会改变了很多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应作的这种形态 很多的这个企业基本上都可以在家工作 那这个方面呢导致的就是说 但是制造业是不可能离开啊 还要回来去上班去工作去 对制造业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OK 这个 但是呢对于软体 尤其在Silicon Valley来讲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它会改变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房屋方面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包括结构性是在意的就是说 因为软体公司比较不受这种这一次的这个冲击啊 大家在家工作生产工作的这个效率 并不比公司来的更少或者更低 所以对很多公司来讲呢 基本上他们也发现到一个新的金矿 新的金矿是在意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office呢 可以不需要了或者不需要这么多 以前走的步伐可能太大 像Google那种要当上一块靠office来 又买这么多的office 我认为他们肯定会出现了一个 非常大的fundamental的这个改变 他们会减慢office的这个building的这个头路 减慢这个脚步 那会让更多的人在家工作 或者说上班的这个时间会 可能以前来讲每一天都要回来 现在可能个星期给你来一天 或者有些政治务你可以不用再来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公司 都issue了一些叫做permanent的这个 这个解答方案之中 你可以permanent 你不用回来上班 这种永远work from home 会不会让效率降低啊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 他们有做过非常大量的统计 就不会影响这个效率 不然只不会影响这个效率 甚至还比以前效率更好 尤其这些软铁的这个公司 那我想可能就是说 在家里面的这个工作 大家已经习惯了 一旦习惯了这个时候 它会划算更多的工作给你 你都可以完成 因为你会花更多的这个时间 在家里工作 因为你不用去commute了嘛 你不用去浪费这个时间去做其他这个事情 你将这个时间省下来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那些从事这个engineering的工作的这个人 他们并不是像上班以前打卡 八个小时工作或多少 他们是一job的量来决定的 OK 咱们job量因为它少了这个commute的这个时间 它本来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要知道 A area的commute 随时是一两个小时 或将近两个小时 随时很容易 这些时间省下来说 在家里面等于更多的这个时间去处理 跟工作有关的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 就是说我比较倾向认为 软体的这个公司 比较不受这些影响 但是呢 省下这个钱 其实从公司这个角度来讲 从Google这个角度 我说这种大公司 省下这个钱呢 那是我认为是个天文数字 如果它允许员工 可以回家去工作了 的话 所以这个呢 我认为它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这个改变 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人 以前我们那些 Google的员工 为什么要在买mantanview 我们知道mantanview 价格非常贵 甚至比sauperato的房子还更贵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旧便方便嘛 有谁愿意发这么大的这个代价 将近300万的这个代价 住在Google隔壁 当你可以不用去上班的时候 或者有些新的买家 对他来讲 他没有这个太大的motivation 要拿出来 2.7 2.8 或者3个million 买一个1000多不到2000 2000多左右的这个房子 住在他公司旁边 那他可以不用去上班 他很可能将这个钱 买一个100来万的房子 就可以了 住得非常舒服 也变工的这么辛苦 也完全可以在家去工作 所以买家一定会大量减少 对这种接近这个office 这个地方这个price premium 会大量减少 是因为买家减少了 就算卖家还是保持 但是原来这么多的在卖的这个时候 房价也一定会下跌 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 这个房价在比尔来讲 会出现一些区域性的这种改变 但是在全国来看 改变是下跌吗 调整 调整就是下跌吧 调整 有些区会上涨 有些区会下跌 哦 ok 他是做调整 我觉得就是说 对很多人来讲 他到Monderville 然后到Campbell 很可能就是一个250万 一个130万 对他来讲 他可能没有这个motivation 到那边去发250万 他可能去到Campbell 或者哪个家去买房子了 这个从我的角度来 或者是在Mond那边去买房子 为什么呢? 因为对他来讲 他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发个200多万的这个钱 进场 当他可以不效commute 或者commute 只是那么一天 或多长的这个时间 大量减少这个时候 他就不应意 为这个 买家不应意为 这么高的房价去买单 所以呢 所以呢我认为 这个区域性的这个价格 现在还不一定看得到 但是呢在未来半年 或者一年的这个时候 你可以逐步的看到这个调整 就是我比较倾向于 这种价钱的这种区域性的 这个改变 在Bay Area尤其是严重的 好 但是全国性来看呢 不一定会做太大影响 因为美国毕竟他制造业 还是一个主要的这个 请最多的人的这个行业 制造业 对他没有办法这个改变 不管建造业制造业 他们都不可能改变的这个时候呢 这一批的人不会受到改变 但是我认为 在硅谷改变会比较大一些 相对来讲会更明显一些 嗯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 房价 就是说我们要 monitor这个房价 未来这个变化呢 很可能会发生这种 未来这个改变 但是有些层次来讲 像Palato 或Los Autos 传统性的这种大的这个这个 贵的这个这个地方呢 他也不一定会受到这么大的这个影响 背景那个层次 它本身有它独特性去吸引那些人 因为这个买单的 嗯 好 Kendra 那在现在您的业务当中 重贷还是远远超过purchase吗 是是是是是 因为purchase呢 就是说这个市场来讲呢 现在来讲呃 大家的房价都比较贵啊 很多人呢相对来讲 就是说会做些比较短期性的 但是呢 我们其实也有些非常非常competitive的 这个jumbo loan的这个purchase purchase only啊 利息从2.625 10年arm的这个program program开始 到2.875 我们看看这每个人能够qualify的这个利息 可能有点不一样 那这是一个special price 可以purchase only OK 所以啊 大体上我认为呢 就是说 purchase market 也还是有 但是相对这个量呢 对refinance来讲呢 要少很多 嗯哼 OK OK 那现在在各种不同的program 里面fix rate还比arm的要值得考虑是吗 是是是 在这方面呢 其实也有一些客户呢 选择了一些五年固定的那种 比较短期性的贷款啊 就是我其实一直不是很啊 当然我每个人的这个想法有点不一样 有些人真的就是race checker 但是我认为在历史上 最低最低的这个利息的这个时候 我比较认为 我认为再恢复这么低的这个利息的机会率 非常难 难的原因是在于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所碰到的 真的是一个世纪以来 可能就 或者我们人生一生中可能就碰到一次 最低的利率 最低的这个利息 对 原因是在于呢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我们要看的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利息是在于需求性的问题 OK 美国的经济 你只会看股票 上所有的这个行情 你可以看得出来 经济 投资者 是比较乐观的 OK 在今天的这个基础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美国的经济呢 并不存在的这个零利息或者是负利息的基础 OK 因为这个低利息政策维持过长的时间啊 它其实它有负面的因素 第一它会造成资产泡沫 第二呢 是什么会导致那种弱势团 社会上的弱势团体更弱势 因为呢很多接近退休的这个人呢 你不能叫他拿这个钱 尤其是放到股票去淘股票 但是你给他们固定的利息的回报过低 对这一批的人来讲 其实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好的 现在时间还剩下两分钟 是不是要来讲一下利息了呢 好 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今天讲一讲啊 就是说51万4以下的这种房贷这个利息呢 今天来讲是最低的这个利息 是30点固定啊 是2.875到2.99之间啊 那15年固定最好的这个利息呢 是2.5的利息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我们讲 超过51万4到76万5以内这个range 这个里面呢 今天来讲最低的这个利息 能够做到的是 哦对不起 我刚收回了 刚才30点固定 最低利息能够做到2.77的利息 OK 2.77 那这个2.77 我们有个special promotion 2.77的利息 special 就这一两个星期会结束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请大家赶紧去抓紧时间去做这个 2.77的这个program 除此之外 15年固定最低的 刚才所讲的 就是2.5的这个利息 超过 我们讲 51万4以上的总大 在76万5 最好的这个利息能够做到是 15年固定是2.5的利息 如果是30年固定最好的利息呢 就是2.99 OK 那2.99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利息 都在3以下了 都在3以下 都在3以下 15年固定最好的利息 也是2.5的利息 所以投资房子呢 现在来讲 我们有个比较好的program 是3.279 3.279 3.279那可能要付closing cost 因为现在来讲 就没有非常少 或者基本上没有这种 投资房子这种贷款 OK 所以我们能够 但是我认为 在今天利息这么低的时候 付一点钱 Buy down这个利息 就是我们付closing cost 0 point 付closing cost It's not a bad deal 完全不是 因为你将来没有什么机会 再做得回来 投资房子 你投资房子成本非常的贵 所以我认为趁这个机会 再做一次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大家来讲 OK 那15年固定的投资房子 假设你的投资房子 非常少 但是我们今天来讲 最好的这个利息 你也要做到3.25的利息 3.125吧 就是说 付一部分的closing cost 那closing cost 多更少是决定贷款的金额 大更小 好 OK 今天我们访问的嘉宾 Top 1 Investment的负责人 Kendra 郭 并且我们听Kendra讲的这些利息 都very competitive 那是否您想要来找Kendra 来谈谈呢 来把自己的 不动产的这一笔的贷款 重新restructure 一下呢 请致电或者是文字短讯到408-218-9760 408-218-9760 或者是发一封E-mail给Kendra 写到Kendra008 at Yahoo.com 好 Kendra 非常感谢您 祝您长周末愉快 谢谢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请继续收听下面的发言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Kendra 郭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就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Kendra 电话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Kendra008 at Yahoo.com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找重信律师事务所的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联络医生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 重信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415-269-1803 415-269-1803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范语财经新闻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演说 我们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美国贷款利率创历史新低 妈 想什么 赶快去 这是贷款最好的时机 马上连去范语贷款 要贷款找范语 神很大 请洽范语集团 888-831-8868 888-831-8868 您是否正在卖房买房 5年以上没有检查白蚁 想处理白蚁又担心疫情 长城白蚁防治 现提供无接触服务 可为客户提供钥匙和进行空房检查 或为客户提供口罩 通过电话邮件进行后续沟通 想再搬家前处理掉白蚁 请早做打算 长城白蚁百里挑一 请联系 408-881-4646 408-881-4646 好消息 好消息 湾区著名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在中半岛红木城开第四家分所了 由医学博士徐安林领导的医师团队 为广大过敏 哮喘 食物过敏 巡麻疹 湿疹 免疫缺失等疑难病人 结成服务 治疗经验丰富 圣河溪 山景城 Los Carlos三家诊所 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红木城分所地址 100 Art Street Suite 2 Revue City 四家诊所总预约电话 408-286-1707 GMCC换通贷款银行 成称Loan Processor Underwriter Office Assistant Bortgage Assistant 聪明勤奋 主动进取 或则认真 学习快速 数学计算机工程 经济 商科专业更佳 可在南北加州 九家分行任何一家上班 公司发展迅速 提供专业培训 帮助您与公司一同成长 欢迎应届毕业生 请短讯至650-996-1982 996-1982 或简历至infoatgmccloan.com 现代人的必需品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待遇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美加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波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Fortino 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 408-253-6682 GMCC 万通贷款 资深贷款经济 降码 凭借丰富的贷款经验 专业的知识 真诚服务 广大客户 提供各种贷款方案 帮您实现买务梦 降低利率 更帮助了客户实现 投资的梦想 约约一对一资讯 请致电降码 408-858-3198 6月份 推出51万以下 confirming贷款利率 30年固定自住房 2.875%APR 将过confirming 725000贷款额 自住房15年固定 2.625APR 无任何费用 请致电降码 408-858-3198 本节目由欧洲休闲品牌 Alps Velo 三折电动助力自行车 独家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现在进行我们 空中医疗站的单元 访问的嘉宾是 湾区著名的中医师 Julie Jo 嘿 周医师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晚上好 那今天晚上 我们要讲的呢 现在新冠肺炎的事情 还没有得到控制 并且又加上最近全美各地方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 让我们在居家的人更宅了 大家都变成宅男宅女 这种情况一憋久了 很多人都出现了一些焦虑和抑郁的现象 请问 有没有任何统计数字 美国人包括我们外来的移民在内 大概有多少人都是受到这种焦虑 抑郁 还有ansiety 这种暴躁抑郁的情绪所深深的感染 其实在美国呢 三分之一美国人都出现过临床的焦虑和抑郁的表现 就是说在美国的人口普查局调查的问卷中 有24%的人有严重的抑郁症 最近新冠加上呢就有30%他又升上去了 所以呢这广泛性的焦虑和情绪低落这些问题 这还是24%还是2014年调查的 如果是新冠加起来肯定是30%有多 说不定有超过30%啊 对别说人家像我们在加关了几个月 那心情也烦躁啊 因为看不到就说这个新冠肺炎的转折点在哪里 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没看到转折点 只是说稍微回了这一点是不是 嗯但是还是在继续增加之中啊 对啊我们加州其实最近我们加州的数据啊 都往上升了 你看人家纽约州都才1000多个 我们加州要2000多个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还在防护方面还要小心 好真的的确不能松懈要持续的小心 那在最近也有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公司合营的SpaceX成功的发射上了天空进入轨道 那这个事情呢只高兴了30分钟 然后马上又被各地大大小小的示威 还有一些暴动的行为呢 搞的也是愁云惨物 其实暴动事件比较容易平息 但是真正的新冠肺炎的这个隐忧 才是绵绵无绝继续延续之中 所以这个的确是让大家心情真的很烦躁 左想右想都不知道这个曙光到底是在哪里 那要怎么办呢 到底这个原因是因为心情心情是受到经济压力的影响吗 那政府不是有纾困吗 这个节怎么打开啊朱莉 其实在整个危机当中 特别是低收入的人群 他们的实业和没有你都知道 其实叫他说一个美国正常家庭叫他们拿400美金 现金出来都很困难 你说他们就很少有隔夜的粮吃 所以我们华人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们是比较节俭比较容易存钱的一个群体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忽视这一次经济危机和新冠肺炎 还有就是说这暴动 其实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 心里上的冲击是很大的 主要是我们华人呢 就特别是在餐馆业 我们华人很多人开餐馆 也就是说虽然按摩业啊 比如像中医诊所啊 或者是其他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些职业的人虽然他们领了失业金 他们没有看到什么时候能够服工 虽然服工啊 但是这个危机还在那里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经济肯定不会说马上就好起来的 嗯对 尤其是这些刚才您提到的 华人的小商业的业主 他还面临着房租必须要付 那一些职工呢 他有租金要付 房子的租金要付 或者店面的 诶本来就是想说 哦 情况好转了以后 店就可以开了 就可以马上开始营业了 现在又来了一个暴动 OK 所以很多华人的小商业业主 不但承受了 有的是 residential的租金 还有店面的租金 营业额的减少 还有也看不到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在隧道的镜头看到的曙光 都不知道要怎么样 那我的打听之下呢 有的店面 他干脆就说 我六月底以前都不开 有的甚至说 也可能延到八月份 这些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2020年 其实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不是一个好的年头 你觉得这些有心情压力的人 他们是由于经济影响 情绪上的这些隐忧吗 第一 经济上是一方面 我们的情绪上一方面 比如一个人 关在家里很久 不让他出去 不让他跟人社交 或者是他家里人 也不愿意跟他聊天 他的心情就打不开 他就会很担忧很担忧 因为就像你说的 我们的经济看不到熟光 然后我们小商业主 那个每一天 就都是要交房租 要交水电费 或者其他的 比如网络啊 这些你都要交的 所以呢他就比较担忧 其实我最近在林堂 也看到比较多的人 打电话来求助 就说 哎 邓医师 我这个情绪 最近怎么控制的很差 我就跟他聊 他也是小商业主 他先生就觉得 哎呦我太太最近了 是郁郁寡欢的 而且不讲话 而且特别有时候 我没有烦到跟他吵架 以前他是很开朗的人 很open的 现在突然性格都转变了 他就跟我讲 他说 邓医师你可不可以看 这种情绪上的问题 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其实中医 有时我们做医生 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其实跟病人沟通 是非常关键的 比如你要跟他聊天啊 你要知道他 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呀 比如他租金的压力呀 或者什么呀 我都会打比方 比如我自己呀 我也同样要承受这个租金的问题呀 我也是关了几个月呀 我怎么样去释放自己 我怎么样找一些爱好啊 或者怎么拍照他 引到他 让他走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家人的陪伴 家人的疏导也是很重要 然后我跟他先生也聊 跟他也聊 然后我也跟他搭了一些针 然后跟他开了一些药 有时药道病除或者是什么 都不一定的 就是说其实他心里疏导了以后 他那个情绪慢慢就放松 慢慢就放松 你再跟他加一点药 让他心情好一点 让他身体方面 就是说 放出来 然后他慢慢就回来了 嗯 这种吃的中药 不是镇静剂 不是让他睡觉的吧 绝对不是 中医没有镇静剂的 也不会是你睡觉的 只是说 让你心情 其实我们就是 中医来讲的话 如果要治疗这种抑郁啊 或者狂躁啊 我们都是以肝为本啊 特别是女生啊 情绪上的问题 都是肝出了问题 我们的肝 就是说不通啦 抑郁啦 我们的肝 调理让他通 然后我们就 抑郁就会畅通 让他慢慢的好 所以呢 在民传看这个 这些抑郁啊 狂躁的时候 我们都是 疏肝理气为主 就说 我们常常用一些 比如 还不疏肝伞啊 或者逍遥伞啊 再看他 针对他 其他的问题 比如 有胃的问题呀 或者是 因为有时候肝胃不合啊 他不只是说 情绪的问题 他还不想吃饭 他还想 他熬土 这些都有的 哇哦 因为情治太过 而伤及了品味 所以我们终于讲的 肝胃不合 如果把肝调 畅顺了 这个胃自然就合了 他还有很多 不能睡觉啊 比如说他晚上啊 半夜醒啊 就会问他 哎呀你半夜几点醒啊 是不是肝的时间啊 或者是肺的时间啊 那再跟他调理 再加一些药进去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 这两个抑郁症 其实我有很多心得 只有我看到不少的抑郁症 其实最近也看了一个年轻女孩 不到20岁大学还没有毕业嘛 他就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男女交往上面 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因为他平时是读书非常好的人 他不知道跟男生 怎样去交往 怎样去处理 所以他就把自己 吵得抑郁 然后时不时哭 时不时笑 时不时回来 又打他妈妈 哇哦 拿他妈妈当出气桶了 对啊 他妈妈也很抑郁啊 你明白吗 嗯 要好好的 去做大学 做几年怎么变成这样 然后他也没办法 让他去看西医 西医吃了那个药 就让他每天都在家睡觉 就让他吃镇镜剂嘛 他的一般西医来讲 就让你不狂躁嘛 然后吃了一段时间 然后时不时就在家哭 他妈妈就很难受啊 然后他就带他女儿过来 因为他妈妈以前 也一直看我的 嗯 带他女儿过来 刚开始他女儿很抵住 就说 哎呀我才不信你的中英啊 因为他女儿是ABC嘛 你要用英文跟他走通 也挺难的 有时 特别是像我们来的 很多英文都不是真的很好的 所以跟他沟通了 不是很好 然后后来我找了一个朋友 跟他沟通 然后跟他说 说了以后他才将近过来 然后过来以后呢 我就跟他加针 其实他刚来的时候 他的肋也疼 他的腰也疼 肩膀也疼 影响太大了 对 对 我首先把肌肉跟他放松 肩颈腰的肌肉放松 让他舒服 然后慢慢慢慢 加上一些药 哎 最近非常好 最近他一点都不发提气 还跟妈妈说对不起 然后还每次来的 非常礼貌 那一天还跟我 买了一些orange来 他说谢谢你 周医师 就说你把我调理的这么好 非常感谢 哎 如果是用中医的方式 也是要双管齐下 也要劝他心结打开 然后再搭配中药 对的 对的 我也跟他聊嘛 然后他刚开始 什么都不跟我说的 然后最近他又跟我说 他他信任你了 对 他信任我 他现在他妈妈都说嘛 哎 他还自己去 他不要我提醒 他都知道什么时候 有朋友要约了你 他自己就去了 晚上回家 什么时候该吃药 他就自己吃了 所以都挺好的 哇 那他对你的观念 改变得如此之大 那真的是 你发了很多的心血 真的是一位 医师就以救人为本的概念 才能做到这个地步 否则是很难的 好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以后 再谈谈其他的例子 以及中医治疗 这种心情焦虑 还有抑郁 大概要周期有多长 多久才能见效 朋友们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病情判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坛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九家分行 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一百多家 Lending Resources 合作 即使Jumbo Loan 都可以In-house 独立审核批准 放款可至2000万 为顾客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 7月份 Cupertino Fremont 和Burlingain分行 都会定期举行Webinar 网络开放日 指现贷款经济 必须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预约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 清华本科 通过经济发展趋势 分析利率动态 及未来走势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和Anna Wang 介绍贷款市场最新变化 以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 公司发展迅速 承征各项人才提供专业培训 7月4号5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好消息 最近贷款利率历史新低 conforming 汇民五十一万三十年固定2.875 十五年固定2.625 将不conforming七十六万五千 三十年固定3.125 十五年固定2.75 无任何费用 五十一万出租房利率也是新低 有兴趣请找张力 电话四零八三一五九四七零 三一五九四七零 或电邮到 li at lizencorp.com 汇民博士算对了 贷款利息又降了 屋主自住屋conforming loan 三十年固定3.125 二十年固定3.0 十五年固定2.75 寄屋conforming 三十年固定3.25 十五年固定2.75 投资房conforming loan 三十年固定3.625 十五年固定3.375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真正lon.com查询 李伟老师结合东方命理 紫薇斗树和西方灵学 阿卡西记录 从天理循环的规律 为您检视个人的生命地图 帮助您面对问题 迎接挑战 进而计划未来 把握自己的人生 达到灵性成长的目的 咨询请致电408-458-0868 408-458-0868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OOG & Max Rai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OOG & Max Rai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 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 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成称loan processor underwriter office assistant mortgage assistant 聪明勤奋 主动进取 负责认真 学习快速 数学计算机工程 经济商科专业更佳 可在南北加州 9家分行任何一家上班 公司发展迅速 提供专业培训 帮助您与公司一同成长 欢迎应届毕业生 请短讯至650-996-1982-996-1982 或简历至infoatgmccloan.com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空中医疗站的单元 访问的医师是在西谷湾区 非常著名的中医师 朱里周周医师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啊 新冠肺炎进行到现在 我们lockdown 还有shelter in place 已经接近三个月了 在这三个月之中呢 也许现在还有人realize 说用中药来服下去 来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来抗新冠肺炎的这个事情呢 他心里已经说服了自己了 现在在周医师这边 当初carry的这些中药还有吗 还有啊 现在呢我们的中药呢 现在就说除了预防之外 现在也是很多治疗的 就说比如你轻症 或者比较重的症 但是你要讲到很重的症 当然要去西医院 维持生命的基本的要求 所以呢 其实也有好几个 新冠肺炎的病人 请我治疗 哇 我就讲个预防的吧 预防的 就是说在刚刚新冠肺炎爆发的时候 有一个病人 他就在我这儿拿了差不多 两百剂的预防的中药 我说你拿这么多干嘛 我说你一家人也吃不了这么多 他说不是啦 他说我要寄到欧洲 我的一个家族跟朋友 他们需要 因为当时欧洲真的比较严重 很严重的时候 刚刚他说赶快寄 不然等一下那这邮政 或者是UPS就关了 不能再寄了 所以赶着去了差不多两百八户过去 最近他打电话来跟我讲 他说感谢你要邹医师 他说我的所有朋友和亲戚 是你的预防的中药 没有一个人得新冠肺炎 哇 太好了 我相信做医生的听到自己的药 能够达到你希望他们达到的目的 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肯定的 这是做每一个医生都希望听到的 好像我在临床常常跟病人讲 有时我说有时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会开心 而是你跟我说你的病好了很多 我才非常的开心 对对 ok 所以呢要找到周医师这个联络的电话号码 诊所的电话号码预约的电话号码 是408 340 5653 408 340 5653 现在的诊所有一个是在Fremont 另外一个是在San Jose Campbell附近 是吧 对的 好 好 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度过这个非常难过的一个时间 嗯 所以说这个新冠肺炎也有预防的药 在我自己也有吃 那我的药也是跟周医师拿的 那另外呢我有朋友也是在有吃 非常坚持的每个礼拜 他是每个礼拜来吃自己煮 然后自己吃 其实一定会有帮助 然后再加上自己要有能够战胜 要克服这个新冠肺炎清洗我们的这个意志力也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你觉得刚才提到的焦虑和抑郁 这个到底是身体事物影响了自己的情志 还是因为情志又影响让自己的抵抗力下降而容易得病啊 比如我们的情志不畅的话肯定就会影响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比如刚才我说的我们的肝影响了我们的脾胃不吃饭的话 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而且还有就是说你晚上睡不着觉 你思虑过度晚上睡不着觉 我们免疫力同样会下降 所以不管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或者是周围 就是说这个每个人都看到的这个危机 新冠这样的危机或者是示威的危机 所以心情都不会很好 那我们就要努力的让自己开心一点 做一些就是说力所能尽的有些事情 比如放开自己呀 比如有些朋友在家送送菜呀 玩玩游戏呀或者是什么 你让自己平静 不要老去想着负面的东西 那你这个新冠肺炎或者是这个示威的浪潮 过去的时候你就不容易有这些逆越或者是焦虑的问题在这 对所以时常时常就要把自己的精气神要提高 影响心理然后也会带动自己的身体抵抗力稍微强一点 但是如果再加上中医的预防的药 当然是抵抗力就特别旺盛了 周医师的预约电话号码是408-340-5653 另外还有一批人呢都是sheltering place 在家里工作其实努力的人呢在家里工作他的效率更高 但是一坐下来了就说不定呢超过8小时到10小时一天 比在公司里头做的时间还长 因此呢就是窝在家里让很多人就产生了腰酸背痛啊 然后抱怨连天啊 因为你在公司还要跟同事讲讲话 跟老板哈啦哈啦一下你在家就是不行 就是死死的在这个地方工作 周医师您不是在治这种腰腿酸痛肩颈酸痛最好的医生吗 对啊我们诊所治疗肩颈酸痛和腰腿痛 我们一次就有效果给你的 所以呢你如果有这些问题或者是工程师 最近老是在家工作的话 其实好多人都打电话来就预约说 哎呀我在家一天最少10个小时12个小时这样上班 他说我就坐那我的腰肺 因为你的腰肌受压或者是你的肩颈老是看个电脑 有时我们的知识也很重要 所以就造成了这些工程师他们的腰腿痛啊 或者是颈尖痛这样的问题就很多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问题的话来我们诊所 你最少我跟你针灸然后跟你加推拉 其实我们推拉师在湾区都是非常出名的 所以一般依次你就见到好的效果 OK 依次就达到效果 那么怎么样预防这种肩颈痠痛 腰痠背痛的情况 那孩子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你一个小时你起来走一走 喝一点水或者是动一动自己的 压挖肩颈啊这些 然后就说还有我们做的姿势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过职 不能翘二郎腿 还有就是说看电脑的时候不要把头 往前撑应该挺直胸口 这样的话才减少你的疼痛 你才会就是说没有那么多问题出来 但是你有这些问题也不怕 你找到我们诊所你就会好 是 间接性的休息 那走一走路 这个走路呢是走走走走到床上去了比较好呢 还是走走走走到户外去走路比较好 其实当然户外比较好 户外第一空气比较好 就是说我们吸收一些新鲜的空气 对我们的肺呀 对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走走走走走到床上你躺着 你就不动了 更不好哈 更不好对 所以还是要走一走 就是说然后动一动自己 特别做久了你还得喝水 喝水才能够排我们身体里面的有些毒 你不喝水也不行的 就是说你不喝水 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毒素就排不出来 所以说的八杯水也好 六杯水也好 总之我们每天都要喝水 嗯 呀呀 再回过头来讲到中医如何有效的治疗 焦虑还有抑郁的现象 加上心理疏导 然后再加上吃中药 这一个流程不可能很快就会好吧 心病要治比较久吧 对如果是你这个问题很久的话 比如哎呀我都十年八年了 那肯定没有几次就好吧 顾及 我刚才说的就新冠肺炎或者最近失业这样造成的 刚开始的就比较容易跟他梳理一下这个治疗 然后就说比如刚才说的那年轻女孩 他也是这一年左右才发的病 我跟他治了十多次吧 现在都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几十年的问题 那我就肯定说你要需要一段时间的调理 所以才能根灭 对就好像树根有多深树荫就有多大 当然是成等米了 对对好那所以呢朋友们 如果在这一段时间 不管您是因为哪一种的情况影响到自己的焦虑和抑郁 千万不要自己窝在家里生闷气或者是自己忧郁又焦虑了 尤其是自己的亲人看到这种情况来找中医是最温和并且最有效的治疗的方法 避免西医的强烈的药就让自己昏昏欲睡 其实吃了这种西医的忧郁症的药很难调的 它的副作用都很大的 我相信按照人体的基本的这种疏干啦 舒缓啦 这种才是真的是对症下药 好我们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请朱丽舟把您的诊所里面包含所有的诊断的业务都告诉我们一次 对我们诊所呢 就是说除了分纠推来之外 我们还有中药 就是说特别是跟大家讲 这个抑郁症你一定要治疗 如果你吃的吸药吃了一段时间 你就会真的你的内分泌会失调 你会变胖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都要出来的 所以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不管是抑郁症啊 腰腿痛啊 或者复科啊 内科 儿科 你都可以找周医师 我们等口的电话是408-340-5653 408-340-5653 感谢朱丽舟医师 期待下次再相见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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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失费 别失费 不 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